目前IOS微信发布了8034真实版 根据文件所述 这次的更新仅修复了一些已知问题 虽然上面并没有提到任何新功能 但我们还是发现了一些变化 首先,在我的界面进入表情 点击设置 它现在加入了 输入文字时推荐未添加的表情 这个功能也很好理解 就是当我们输入文字时 键盘右上角会有表情推荐 点击最后面的搜索后 它又会推荐更多的表情包 朋友圈删除按钮进行了调整 以前发朋友圈后的删除是文字 大概以后它现在变成了垃圾桶的图标 风云路界面进行了调整 以前每个段层它都有一条灰色背景 大概以后它现在同意变成了白色 在微信的设置 通用 图片视频文件和通话中 它现在所有功能的介绍 全部移到了下方 当我们与好友进行语音或视频的话时 现在支持显示第三方好友微信来电 点击接听后 当前通话会被挂断 而点击拒绝后 我们可三次点击横幅的发消息 这样可快速回复该好友 另外微信还修复了微距拍摄 如果检测到近距离拍摄 那么它将自动切换至超广角镜头 目前我也就发现了这些变化 不知道大家是否还有其他的发现 欢迎留言分享 好了本期视频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